暑假青春專案如火如荼的展開 新北市警方投入警力勸導青少年從事正當休閒活動 淡水警分局與淡水區體育會 以及淡水古蹟博物館在7月4號上午 特別在淡水海關碼頭舉辦一場愛心滿紅城 親子單車古蹟巡禮的活動 吸引上百位家長帶著小孩一起體驗親子騎單車 因為可以出來偷偷騎 大家都知道在暑假期間青少年特別容易受到外界的誘惑 例如幫派 毒品 那另外暑假期間也增加了許多青少年 夜遊然後參與到飆車的這些行為 我們希望以後會辦更多的這種青少年的一個健康休閒活動 讓青少年在暑假期間能夠有一個快快樂的一個暑假 炎炎夏日許多青少年都已經放了暑假 而新北市淡水警分局 為了保護青少年避免遭到毒品以及幫派的誘惑 也趁著暑假期間舉辦許多有意義的暑期活動 結合古蹟博物館以及淡水志願服務促進會一起舉辦 希望能夠保護青少年暑期期間有安全的活動空間 降低各種被害的事情發生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透過這些古蹟的巡禮的話 讓鼓勵大家親子的話可以一同出遊 然後欣賞古蹟 然後也可以讓孩子們的話呢 除了了解古蹟之外的話能夠更愛惜古蹟 然後保持在參訪的過程中的話能夠保持這個古蹟的一些清潔 然後也能了解他的一些歷史典故 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出來玩 那我們就會覺得我們的服務 就會很高興 很高興為大家服務 那今天天氣這麼好 我們自聯會也是秉持了服務的心 那就希望能提供一個很圓滿的 把這個活動很圓滿的完成這樣 淡水警分局與體育會 還有淡水古蹟博物館 在當天特別選在淡水海關碼頭 舉辦這一場相當有意義的活動 號召了上百個家庭共同參加 而主辦單位更大方的提供免費的單車 讓親子同樂 藉由騎單車有古蹟的方式 讓這些青少年了解淡水的文化之美 記得是專一淡水採訪報導 再次選擇趕快勒 看到嗎? 請教授趕快勒 開始